喂 子三 逛什么街啊 我都要烦死了 你别提了 我跟你说 我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居然给我订了个什么娃娃亲 现在居然逼着我结婚呢 好什么呀 我跟你说 连面都没见过 而且听说 还是农村的 我怎么可能会满意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想办法把这个婚礼给退了 走 这都什么破地方呀 今天呀 必须把这个婚礼给退了 这地方这么破 能住吗 有人吗 哎 兄弟 我想问问 那家人在不在 你找他干什么 你找他干什么 失事 哦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什么名字过你 什么事啊 我就问问 我就想知道 你家人在不在 你要找他 你就找他去呗 你问我名字干嘛 凭什么告诉你啊 你这脾气怎么那么大呀 你走快点 你就告诉我 那家人在不在好了 不知道 离我远点啊 吓死人了 我会是他吧 我会是他吧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啊 来 来 坐 你等等啊 来 谢谢你啊 刚刚眼前一黑 就倒了 没事 你好些了吗 要不 你进去歇会吧 不用了 我坐回就好了 我还着急回去呢 我看啊 你还是在这歇会吧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家人会担心的 没事 我好多了 谢谢你啊 我就先走了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 你怎么这样啊 刚才我问你这家人在哪里 你又不回答 现在你 你认识我吗 你找我干嘛 我就是你 递娃娃亲的 喜欢对象 呀 原来是你啊 还好我没有同意 这么没礼貌的人 你说什么 我说幸好我没有同意 不然的话 到时候这个婚 我一看到了我也是要退的啊 那正好 反正今天我来呢这个 不是 不对啊 这要退也是我退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 像你这种人 虽要是看上你 我怕是瞎眼了吧 你 好啊 今天这个婚我就不退了 我就要让你瞎一回 我退 我说了我不退 哎你等等 你干嘛去啊 你跟着我干嘛 我就要跟着你 反正 没过多久 我们就要结婚了 谁要跟你结婚呢 你干嘛去啊 去地理摘菜做饭去啊 我帮你摘菜吧 然后 你做饭给我吃 好 那你去吧 那你干嘛 我不去了呀 你去了我就不去了 那你去做饭去 特别人去的 啊 你去看哪儿 快要去把她退婚 那你能不叫她 快要走 不过他这人长得还不错 心地也特别善良 就是脾气差 老魏 我回来了 你去哪摘的 这么快 就那边啊 好大一片呢 我们家的菜在那边 你去随便摘边的菜 要是被别人抓到 会打断你腿的 那你也没告诉我呀 你要是偷的话就多偷点啊 反正都是要被打 可是你也没告诉我在哪呀 要不然咱们去给他们点钱吧 行了行了 吓你的了 不会打你的 我们这个村的人很大方的 那我今晚可能在你家吃饭嘛 随便你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